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现在是2020年的3月17日的中午3点正的时间 我在香港的办公室 想和各位朋友讨论当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武汉的市委书记王忠宁 前不久我在他上任的支出 我就专门做过一次视频 有的网友认为我美化了王忠宁 可能是我对他有一个个人的深厚的一种感情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在视频里面对他议美支持 更多一些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在这个上面的一个视频当中 我并没有对我和他个人的交往做一些深入的介绍 在他在早庄到区委书记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 在2013年5月27日 他任辽城市长到香港的时候 召开招商会 我专门去参加了招商会 我把中国城市竞争的年纪 中国城市杂志都送给了他 当时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书 他带回去要认真的拜托 之后和他王忠宁的关系呢 就更加一步的加深 在2018年 中国城市十大风云首脑的排行榜 他在榜中有名 在2019年中国城市十大风云首脑排行榜 他位居榜首 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和他个人的感情的色彩 而是他的工作的经历 工作的破例 工作的成果 体现了他作为一个 中国城市十大风云首脑的 这么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和到领导的能力 把这个奖 是由香港中外城市竞争的研究会 香港中国城市竞争的研究会 香港贵强方全球竞争的研究会 共同来颁布的 是经过严格的 一系列的科学的测评和考核 所得出的结果 如果说 2019年中国城市十大风云首脑排行榜 王中林排在首位 是由研究机构 所得出来的结论的话 那么在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 十月的期间 中央派 王中林到武汉就任市委书记 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而是中央也是看中了 王中林的个人的材败和魄力 王中林现在是任湖北省委常委 武汉市委书记 那么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的简历 1962年8月 王中林出生在山东 林一市 废泻一个扑树的农民家庭 从小吃苦耐劳 勇往直前 艰苦努力地学习 这种奇门山的精神 倾润长大 1980年9月 王中林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中国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1984年毕业后 王中林进入早庄是政法系统 主要在公安局 和这个政府的有关部门的工作 工作了17年 2001年 4月至2020年 王中林先和在早庄市的 议城区 市中区 滕州市任区长 书记等职 后任了辽城市的市长 因为我是辽城市政府的经济顾问 所以和王中林市长就有接触 但是并没有更多的深入的交往 后来王中林调任 山东省法改委主任 纪拿市长 后来又任纪拿市委书记 从2016年 11月任纪拿市长以来 王中林在 纪拿工作了 1000多天 让纪拿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 2018年的2月 纪拿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或P 并正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 同年 纪拿GDP一举超过烟台卫裂全省第二 2019年 纪拿融合国际花园都市 金奖和生态保护与绿色经济 大一金奖两项贵国 也获得了香港中国城市竞争的研究会的 诚信政府的美意 红中林 不仅仅是在早庄 滕州 取得了成就 在纪拿 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尤其在省贵城市 纪拿 所做出的成果 受到了北信的高度的评价 在辽城期间 他离开辽城的时候 北信 念念不舍 说他是一个好官 一个清官 也正因为 王忠宁有良好的口碑 和他突出的工作业绩 2020年2月13日 当全国新冠病毒疫情 4月中国大地的时候 中央 任命 王忠宁 调任湖北省委常委 任武汉市委书记 王忠宁 临危受命 立下的军民杖 就是要取得 新冠病毒战役的胜利 全国看湖北 湖北看武汉 武汉保卫战 四冠 全国 2月14日 在上任后 组织首届的 视频 立会中 王忠宁就提到 疫情防控工作 越是到了最刺激的关键 越是要克服业战 松懈 未来情绪 梳理鼻胜的信心 此后的疫情防控中 王忠宁部队为 隔级干部 加油打气 提整信心 国务士气 山东人的耿直 山东人的豪卖 山东人干事成的这种作风 在湖北 在武汉 影响了 每一个干部 和市民 行道任武汉后 王忠宁进行了战施的动员 在武汉全市开展 拉链式的大排查 并强调排查 要确保不露一户 不露一人 不仅如此 他本人也以身作则 小区个五十多个社区 医院 腰店 等炸点 单元实地的进行了 实地的考察 在王忠宁及时且强优劣的组织与指导下 武汉一群防控工作 形成日期好转 2月十差日 武汉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缺诊病例 峰值达到3910人 到了一周后的2月21日 武汉市新增缺诊病例为314人 3月3日 武汉的初月人数 第一次大约缺诊人数 3月6日 武汉市新增缺诊病例为7010例 首次降至两位数 以后每日新增缺诊病例 一直保持在两位数水平 到了3月11日 首次降到各位数 3月16日更是历史性的降至毅力 满打满算 此时距离王忠宁寿命 仅仅就是一个月多3天的时间 这时武汉的疫情的防控工作已处现了极大的变化 起到了积极的进展 此刻王忠宁还是告绩 割基领导告部越是到关键的时刻 越是不可松懈 号召大家继续保持定力 继续摇紧摇滑 他自制起的最后的胜利 王忠宁就是这么一个人 煽动人 我是比较喜欢的这种耿直 做事踏实的作风 那么前段时间 王忠宁呢 有一个讲话 就是要感谢习近平 感谢中央 有一些议论 我觉得 这无可厚非 这并不会影响 王忠宁在武汉 所取得的成果 武汉人民要感谢中央政府 感谢习总的领导 世界人民 中国人民要感谢武汉人民 所付出的努力 和到辛勤的代价 互相都要感恩 互相都要理解 没有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 没有中国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 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 带头人 没有深些素质 没有冲锋宪政 在一线的干部 没有呢 积极配合的武汉人民 全国人民的支持 这一场战役 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反观今天 我们看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伊朗 相比中国而言 中国企业的成效 恐怕说 算是最大的 中国有中国体制的优势 外国有外国的长处 但是在这场战役当中 中国的体制似乎写着的更加优越的程度 当中国的疫情进一步缓解之时 世界发生了更严峻的事态的演变 美国的股市 跌去了30% 世界国国的股市 严重受到重创 经济严重的滑坡 如果说 武汉取得的胜利 是全国人民 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中央政府 领导的结果 是 隔级干部 奋斗的结果 是全国人民 共同配合的结果 也是世界人民 共同支持的结果 的话 那么 武汉 已经做出了一个 极其的榜样 刚才我为什么说 全国抗湖北 湖北抗武汉 因为当时 武汉就是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灾区 数千瓦的武汉 在这么一个大疫区里面 受到这个严重的感染 如果不加以严格的控制 后果不可设想 中国人口这么多 人口如此的密集 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 这一切后果 确实是不可设想 当然 今天 着重是他 王忠宁 我还是非常欣赏 王忠宁的个人的性格 魅力 特点 敢说敢扎 敢作敢为 雷厉风行 做事很有魄力 并且十分将诚信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 香港未成功全球竞争力研究会 香港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院 致力于中国城市竞争力的研究 也致力于对城市首脑的执政能力 做事的果断力 处理危机的应变能力 工作的魄力 个人的魅力 等等方面 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所以 王忠宁能够在2018年 上中国城市首脑十大风鸣排行榜 又在2019年 排在中国城市十大风鸣首脑 排行榜的第一位 绝不是偶然的 更重要的是 中央在考察 领导干部的忠诚度 领导力 领导魅力 工作魄力 等等方面 都全部考虑到了 王忠宁一个楼员到武汉 缺缺失事 这起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然 这个成绩 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功劳 更是中央政府 湖北省人民 全国人民 世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希望 武汉为世界做出一个抗战新型冠状病毒的电话 向世界输出更多的抗疫的经验和体会 让现在世界面临新冠病毒4月的能限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活得更多宝贵的抗疫的经验 我今天节目就讲这么多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订阅 转发和点赞 我就对你的支持 感谢观看